有些本地的個案 其中有九位 都是跟之前的個案是有些差距的 其中第一個就是1409 就是男子三歲 他是1292的兒子來的 他就是沒有上學的 另外就是之前那間港太護老院 還有三位那個員工就在檢疫中心 1407就是女士51歲 1408就是女士69歲 還有1410是男士70歲 他們都是在檢疫中心 就是7月7號和8號的時候 就是送了檢疫中心 跟著他們在檢疫中心 就是留了樣本 或者有個別有些不舒服 就是送了入醫院 現在都是確診個案的 另外就是有三位 就是跟賓妓那裏有些關係 所以1414就是女士23歲 他就是和外公都有去過賓妓那裏 1416就是男士29歲 他就是爸爸去過賓妓那裏 他自己就沒有去過 另外1415就是他沒有去過賓妓那裏 他就是我們送了去檢疫中心的 其中一位建營飯堂的做水巴 他就是在那裏沒有病徵的 不過都是拿了樣本之後 都是一個陽性的個案 所以都是送了入醫院的 1433也是同樣情況 他在健營飯堂就是收眼 他也是沒有病徵的 我也覺得這個是我們有疫情以來 就是好像現在是最嚴重的情況 因為比三月的時候好像 那個趨勢更加厲害 因為三月的時候比較多個案 都可能有些是輸入性 還有有些是酒吧群組那裏 那些就沒有真的走了入社區 那現在就是見到很多都是居民 那的士司機啊 甚至是很多是住在不同屋邨的居民 老人家等等 那所以就是甚至就是 學校啊都有些個案 另外就是老人院都是受影響 那這些就是我們都是比較擔心 而且是嚴重很多 那可以是 就是現在其實就是在爆發著 那如果大家那個 即是感染控制的意識啊 或者是還是很多活動的話 那其實就是可能那個爆發的情況 就會更加嚴重